大家好,这里是梦翔文学,今天小编继续给大家说故事。 话说,在北宋徽宗年间,在汴梁城外安乐村住着一户人家,男子叫深善,娶妻软世。 夫妻两口,开个杂货店,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。 只生了一个女儿,小名叫姚琴,从小就美丽聪慧。 不到十二岁,就琴琴书画,无所不通,若说起女工之事,非真走线,非常手巧。 这是天父,并非师父能教出来的。 深善因为家中无子,想要召个上门女婿来家养老。 只因女儿多才多艺,很难找到般配的,所以求亲者很多,都不曾许配人家。 不巧碰到金冰男亲,攻破京城,略走徽亲二弟。 那时城外百姓,一个个吓破了胆,扶老邪幼,弃家逃命。 再说,深善带着妻子和十二岁的女儿,和其他逃难的,一起结队而行。 没想到,途中遇到溃兵抢劫,和女儿走散了。 姚琴找不到父母,却遇到了邻居补桥,是个游手好闲,不务正业的人。 把她骗到临安,以五十两银子卖给了西湖上烟花之地王五妈家。 从此,五妈将邀请改名叫王美,大家都称为美娘,教她吹弹歌舞,无所不惊。 长到十四岁时,娇艳飞长。 连安城中,这些豪门公子轻慕她的容貌,都背着厚礼求见。 也有清高的,听说她文才很好,求诗求字的,都排起对来。 传出个天大的名声出来,不叫她美娘,叫她花魁娘子。 只因王美有了圣名,十四岁时,就有人想和她共度良宵。 一来,王美不肯,二来,王五妈把女儿当金子看待,见她不答应,就跟奉了圣旨一样,不敢为拗。 又过了一年,王美年方十五岁,王五妈觉得美娘年龄整好,再等就大了,就来劝女儿接客。 王美执意不肯,说道,要我接客,除非见了亲生爹娘。 他们肯同意,我就接客。 王五妈心里气恼,又不忍心难为她。 又过了些十日,偶然有个金二元外,非常有钱,情愿出三百两银子,买美娘的出业。 五妈听到这主顾啃出这么多钱,心声一计,就悄悄地叮嘱了金二元外一番。 金二元外会议。 不久后,八月十五那天,只说请王美游湖看潮,请到船上。 三四个帮忙的,都是事先安排好的,喝酒猜拳,故意做套,将美娘灌得烂醉如泥。 扶到王五妈家楼中,躺在床上,不省人事。 五妈亲手把她衣服脱光,任凭金二元外行事。 美娘梦中痛醒时,已被金二元外玩够了,想要挣扎,可是浑身无力,只得任她摆布。 五更时,美娘久醒,已知是劳保用计,破了身子。 面朝里睡着,暗暗流泪。 金二元外来亲近她时,被她劈头劈脸,抓了几个血痕。 金二元外好生没趣,等到天明,对老宝说声,我走了。 五妈要留她时,已经出门去了。 王五妈感觉奇怪,劈着衣服起身上楼,只见美娘睡在榻上,满眼泪水。 五妈就去哄她,连声道歉,说是自己的不是。 美娘就是不开口。 五妈只得下楼去了,美娘哭了一天,茶饭不吃。 从此脱病,不肯下楼,连客也不肯见了。 五妈心里焦急,想要用强,又怕她刚烈不从,反而冷了她的心,一连数天,无计可施。 忽然想起,有个结衣妹子,叫刘四妈,经常来往。 她能说会道,与美娘聊得很投缘,何不接她过来劝劝。 如果劝得她,回心转意,这可是个大大的摇钱术啊。 立即叫宝儿把刘四妈接了过来,把苦诉了一遍。 刘四妈说,老申这嘴啊,能把死人给说活了,这件事包在老申身上。 五妈说,若真如此,做姐的情愿给你磕头。 刘四妈喝了几杯茶,转到后楼,只见楼门紧闭。 刘四妈轻轻地扣了一下,叫声,侄女。 美娘听的是四妈声音,就来开门。 迎进来,四妈坐下,美娘坐陪着。 于是,四妈动用她那三寸不烂之舌,左说右说,软硬兼施,可美娘就是不为所动。 要她接客,情愿亦死了之。 最后,美娘要求四妈,说道,奴家是好人家儿女,物落封尘,如果姨娘能帮我从凉,致死都不忘你的大恩。 刘四妈说,儿啊,你要从凉,也需挑个好主顾啊。 你如今一个客也不接,从哪儿挑啊? 况且,五妈养你至今,你不帮她赚足了银子,她会答应你从凉吗? 所以,依着老申看啊,还是顺从五妈接客。 顺便留意着如意郎君,等遇到了,你跟我说,老申给你做媒,好模好样的嫁去。 那时,五妈也放得下你了。 美娘听罢,含泪勉强答应了。 从此之后,只要有客求见,美娘就不再推辞。 之后,宾客如释。 每一点空闲,生价也越来越高。 每一晚要白银十两,就这还你争我夺。 王五妈赚了个盆满钵满,高兴得不得了。 美娘也留心找个知心着意的,可是心越急切越难得。 正是,一求无价宝,难得有情郎。 话分两头。 再说,连安城清波门外,有个开邮店的朱石佬,三年前过继一个小孩,也是汴京逃难来的。 叫秦忠,父母双亡,朱石佬因年老无子,把秦忠当亲儿子看待,改名朱忠,在殿中学做卖邮生意。 开始时,父子相处很好。 后因石佬得了腰痛的病,不能干活了,另招个伙计,叫行泉,在殿中帮忙。 光阴似箭,不绝过了四年。 朱忠已经十七岁了,长得一表人才,尚未娶妻。 那朱石佬家有个侍女,叫兰花,已经二十多岁了,看上了朱小官人,经常去勾搭她。 谁知,朱忠是个老实人,况且兰花龌龊丑陋,朱忠也看不上眼,那兰花见勾搭不成,就去勾搭那伙计行泉。 行泉是个很随便的人,没有老婆,两人一拍即合。 两个暗地里偷情很多次,反怪朱小官人碍眼,寻思着赶她出门。 行泉与兰花两个理应外合,用心设计。 兰花在朱石佬面前,说小官人经常调戏她,行泉把卖得的银子藏起来,说朱忠经常偷银子去赌钱,朱石佬年老糊涂,就给了朱忠三两银子,把她赶出了家门。 朱忠孤苦伶仃,就在中安桥下租了一间小房子,以挑担卖油为生,因为之前就和油店老板认识,老板知道她为人老实,可怜她,给她的油又纯又好,又便宜。 再加上朱忠孤又老实厚道,她油的价钱又比别人的便宜,所以她的油很容易就能卖完。 这时朱忠又恢复了秦姓,大家都叫她秦麦油。 恰逢二月天气,不冷不热,秦忠听说朝庆四僧人,要做个九昼夜的功德,用油必然多,就挑了油蛋来四中卖油。 那和尚们也听说过秦麦油的名头,她的油比别人的更好更便宜,就单单买她的。 所以一连九日,秦忠只到朝庆四卖油。 这一天是第九日了,秦忠在四中卖光了油,挑了空担子出了四。 这日天气晴明,秦忠就绕合欣赏风景。 走了一会,有点累了,坐在一块石头上歇脚,旁边有户人家。 旌旗离门,门庭清整,只见里面走出来三四个公子,一个女子跟在后面相送。 到了门口,说声请了,那女子又进去了。 寝忠定经观桥,此女容貌倾国倾城,体态婀娜,从来没见过这么漂亮的。 呆了半晌,身子都酥麻了。 她原本是个老实人,不认得烟花之地,正疑惑这是户什么人家时,又见门内走出个中年妇人,带着一个丫头,靠门闲看。 那妈妈一眼瞧着油弹,就说,哎呀,刚才要去买油,正好有油弹子在这里,就从她这儿买些吧。 那丫鬟取了油瓶,走到油弹子边,叫声,卖油的。 寝忠方才回过神来,回道,没有油了。 你们要是用油,我明天送来。 那丫鬟也认得几个字,看见油桶上写个琴字,就对妈妈道,那卖油的姓琴。 妈妈也听人说过,有个琴卖油。 做生意很厚道,就吩咐秦忠道,我家每天都要用油,你要肯挑来,以后就都买你的。 秦忠答应了。 那妇人和丫鬟进去后,秦忠心中想,这妇人不知是那女子什么人。 我每天到她家卖油,别说赚钱了,就是能看那女子一回,也是钱生福分啊。 秦忠心中疑惑,挑了油担子,边走边想。 没走几步,只见河边有一个酒馆。 秦忠平时不喝酒,今天见了这女子,心里高兴,将担子放下,走进酒馆,找个小座坐下。 九宝上前招呼,秦忠问道,那边旌旗离门内,是什么人家? 九宝说,这是齐牙内的花园,如今是王五妈住。 秦忠问,方才看见有个小娘子出来,是什么人呢? 九宝说,这是有名的粉头,叫王美娘,人都称为花魁娘子。 太原是变惊人,流落在此,吹弹歌舞,琴棋书画,样样精通。 来往的都是大头,要十两银子,才能赔一夜里。 秦忠听说是变惊人,触动了思乡之情,心中很不适滋味。 喝了数杯酒,付了钱,挑了担子,一路走,一路盘算着,世间有这样美貌的女子,流落于烟花之地,真是可惜。 可是,如果不流落于此地,我卖油的怎能见到呢? 又想了一会,更加吃起来了,自言自语地说道,人生一世,草木一秋。 如果能搂着这等美人,睡一夜,死也甘心。 可我终日挑这油担子,赚钱这么少,从哪里能赚来这十两银子啊? 一路上胡思乱想,自言自语。 没想到,天地间,还有这等痴情的人,一个小小生意人,本钱只有三两,却想着花十两银子去回那铭记,可不是白日做梦吗? 自古道,有智者是竞成。 被他千丝万想。 想出一个计策来。 他说道,从明天起,每天将本钱扣出,余下地积攒起来。 一日积攒一分,一年也有三两六钱银子,只需三年,这时就成了。 如果一日积攒二分,只需一年半,如果再多得些,一年也差不多了。 想来想去,不觉走到家里,开锁进门。 回来后,连晚饭也没吃,便上了床。 这一夜翻来覆去,想着美人,哪里睡得住? 好不容易等到天明,爬起来,就装了油蛋,吃了早饭,匆匆挑着蛋网往妈妈家去了。 五妈见她的油又好又便宜,就让她每隔一天送一次油,只是这次没见到花魁娘子,不免有些失落。 从五妈家出来后,见还剩好多油,就顺道去招庆寺看看,寺中和尚见是秦麦游来了,纷纷来买,不一会就卖光了,也同他们约定隔一天来一趟。 这一日是个双日,从此之后,单日时,秦中就去别的街道上做买卖,逢双日时,就走前塘门这一路。 一出前塘门,先到王五妈家里,以麦游为名,去看花魁娘子。 再说,秦中到了王五妈家多次,家中大大小小,没一个不认的是秦麦游。 时光迅速,不觉过了一年多。 日积月累,积攒了有一大包银子,都是零星的散碎银子,连自己也不知道有多少。 这天是单日,又下着大雨,秦中不出去做买卖,积了这一大包银子,心中很高兴,就走到对门银铺里兑银。 秦中把所有银两撑了下,整好十六两。 秦中心想,除去三两本钱,剩下的做一夜风流的花费,还有剩余啊。 又想到,这样散碎银子,怎好拿出手,拿出来也会被人看不起的。 何不兑换成银钉,也好看。 当下兑足十两,再把一两八钱,兑成小钉。 剩下四两二钱,兑成一小块,又用几钱银子,买了干净鞋袜和一顶万字头巾。 回家后,把衣服洗得干干净净,买几根安息香,熏了又熏。 挑个晴朗的好日子,秦中打扮得英俊潇洒,取银两藏鱼袖中,就往往五妈家而来。 这一刻高兴得不得了。 走到了门前,心里又感觉惭愧,心想,时常挑着担子在他家卖油,今天忽然去他家找姑娘,如何开口。 正在犹豫之际,只听到知爱一声门响,往五妈走了出来,见了秦中,便说道, 秦小官今日怎么不做生意,打扮得这么整洁帅气,去哪里啊? 事到如今,秦中只得舔着脸,上前作一道,小人没有别的事,专门来看望五妈。 那老宝是个老江湖,察言观色,见秦中这样穿着打扮,又说是看望,心想,一定是看上了我家哪个丫头,风流潇洒来了。 虽然不是大主顾,赚他些银子买葱,也是好的。 就满脸堆笑,说道,秦小官看望老身,必有别的目的。 秦中说道,小人有句话,只是难以启齿。 王五妈说,但说无妨,请到里面细说。 王五妈到了客厅,分宾主落座,上完茶后,说道,小官人有什么话就直说吧。 秦中说,小可斗胆想请你家花魁娘子陪宿一晚,不知可否。 五妈说,哪有什么不可以的呀,但是需要十两银子,其他的茶酒花费,还不在里面,只是你这身价。 秦中听完,立马掏出两定银子,一定十两的,一定二两的,递给老宝,说道,不知这些银子够吗? 还请妈妈成全。 五妈见到这银子,先吃了一惊,转而笑着收起银子说道,够是够了,只是还有许多难处呢。 秦中说,五妈是一家之主,有啥难处啊? 五妈说,我家门,往来的都是王孙公子,附身豪门。 他又不是不认得你这个卖油的秦小官,如何肯接你? 秦中说,还望五妈帮忙,成全此事,大恩不敢忘。 五妈见他十分坚定,眉头一皱,记上心来,开口笑道,老身已帮你想好了办法,只看你缘分如何了。 美儿这几天都约满了,你大后天来吧。 这几天你也不要来我家卖油了,提前留个体面。 还有,你穿一身的布衣,不像个上等主顾,再来时,换件绸缎衣服,让这些丫鬟们认不出你是秦小官。 老娘也好帮你撒谎。 秦中说,小人明白了。 说完,告别出门,歇了三天,也不去卖油了,到店铺里买了一件半成新的绸缎衣服,穿在身上。 到街上闲走,先练习几遍斯文的模样。 等到第四日,很早就起来了,来到王五妈家。 因去得太早,门还没开,就到石井堂散步。 很久后才转回来,这时王五妈家门已开了。 跟五妈一打听,才知道美娘又被大主顾包满了,都得罪不起。 五妈说,你下次晚上来问信,有没有客人,老身给你个实信。 就这样,秦中每日生意做完,傍晚时分就打扮齐整,到王五妈家探信,只是一直没机会。 直到一个月后的十二月十五日,大雪刚过,非常寒冷。 秦中做了大半日买卖,像之前一样装扮,又去探信。 王五妈笑着说道,今日算你造化,已是八九不离时了。 秦中道,还是差一点吗? 五妈道,这一点吗? 郑主还不在家。 秦中问道,能回来吗? 五妈说,今日是于太尉家赏雪,宴席就备在湖船之内。 原说过黄昏送来,你先到新人房里,喝杯酒暖暖身子,慢慢地等她。 秦中说,劳烦五妈引路。 王五妈引住秦中,到了一个地方,有平屋三间。 左一间是丫鬟的空房,右一间是花魁娘子卧室,门是锁住的。 两旁又有耳房。 中间客房中的摆设典雅精致,五妈让秦小关坐于客位,自己主位相陪。 让丫鬟摆上酒席,两人边喝边等。 常言道,等人心急。 秦中不见美娘回家,非常郁闷。 饭菜都热了好几回,苦等到一更天左右。 只听外面很热闹,是花魁娘子回来了,丫鬟先来回报了。 五妈连忙起身出营,秦中也站了起来。 只见美娘被丫鬟扶着,早已经醉的人是不行。 扶到床上后,也不卸妆脱衣服,直接倒床就睡。 老宝送秦中进房,朝耳边吩咐道,美娘醉了,要温柔些。 秦中让丫鬟泡了一壶浓茶,送进房里,关了房门。 只见美娘朝里睡着,睡得正熟,把被子压在身下。 秦中想酒醉的人,必然怕冷,又不敢惊醒她。 忽然看见栏杆上又放住一床大红丝的锦被,轻轻地取下, 盖在美娘身上,把灯挑得亮亮的,拿着这壶热茶,拖鞋上床, 挨着美娘,左手把茶壶抱在怀里,右手搭在美娘身上,眼睛连臂都不敢闭。 再说,美娘睡到半夜,感觉胸闷,胃里翻滚难受,就迷迷糊糊爬起来, 坐在被窝中,低住头,只是打嗝。 秦中慌忙也坐起来,知道她要吐,放下茶壶,抚摸她后背。 不久后,美娘喉尖忍不住了,说时迟,那时快,美娘放开喉咙便吐。 秦中怕脏了被窝,把自己的道袍袖子张开,罩在她嘴上。 美娘不知道,尽情地吐起来,吐完后,依然闭着眼,要查嗖口。 秦中下床,将道袍轻轻脱下,放在地上,摸摸茶壶,还是暖的, 倒上一杯香喷喷的浓茶,递给美娘。 美娘连喝了两杯,胸中虽然略微舒服些,身子还是很累,仍旧倒下,朝里睡了。 秦中脱下道袍,将吐了一袖子的污秽,裹了几层,放在床边,依然上床,像之前一样抱着她。 美娘那一觉直睡到天明才醒,转过身来,肩膀边睡住一个人,问道,你是谁? 秦中答道,小可姓秦。 美娘想起昨夜来的事,恍恍惚惚,不记得是真的了,就说,我昨晚喝得太醉了。 秦中说,也还好。 美娘又想一想说道,我记得曾经吐过的,还记得曾喝过茶,难道是做梦不成? 秦中方才说道,是吐过。 小可见小娘子喝多了酒,也防住要吐,把茶壶暖在怀里。 小娘子果然吐后要喝茶,小可真上,喝了两杯。 美娘大惊道,脏巴巴的,吐在哪里了? 秦中说,怕小娘子吐脏被褥,用小可的袖子都着了。 美娘问,现在在哪里? 秦中说,用衣服裹着,藏在那里了。 美娘说道,可惜坏了你一件衣服。 秦中说,这是小可衣服的荣幸。 美娘听说,心想,有这般识趣的人,心里已有四五分欢喜了。 此时天色大亮,美娘起身,下床解手。 看住秦中,猛然想起是秦麦游,就问道,你老实对我说,你是到底是谁? 为何昨夜在这里? 秦中说道,小可其实是常来宅上麦游的秦中。 就将初次看见她送客,心里爱慕得很,以及积攒嫖姿之事,详细地讲了一遍。 能够亲近小娘子一夜,已是三生有幸,心满意足。 美娘听说,更加心动了,就问,你做生意的,攒下些银两不容易,为何不留着养家? 此地不是你该来的地方。 秦中说,小可孤身一人,还没有妻子。 美娘愣住了,回过神又问,你今天走了,她日还来吗? 秦中说,昨晚能陪一夜,我这一辈子都知足了,哪敢还妄想啊。 美娘心想,难得这么好的人,又忠厚,又老实,又知情识趣,千百人中难遇到一个。 可惜,是平常人家,如果是富家公子,情愿尾身嫁给他。 正想着呢,丫鬟端着洗脸水进来,还有两碗姜汤。 秦中洗了脸,喝了几口姜汤,便要告别。 美娘说,少住一会,我还有话说。 随打发了丫鬟厨房,急忙取出二十两银子,送给秦中,说道。 昨夜难为你,这银两是你侍奉我的酬劳,别对人说。 秦中哪里肯要? 美娘说,我的银子,赚得容易。 这些是感谢你昨晚照顾之情,不要推辞。 说着将银子硬塞在秦中秀内,推他转身。 秦中料到难以推辞,只得收了,身身作衣,卷了脱下的这件脏衣服,走出房门。 秦中走后,美娘与秦中虽然没有肌肤之亲,但见她一片诚心,过意不去。 这一日酒喝多了不舒服,辞了客人在家休息,满脑子里都是秦中。 再说行全在朱石老家,与兰花私混,见石老被卧病在床,全无顾忌。 石老大骂了几场,两人一合计,趁夜偷光了油铺的银两,私奔了。 石老天明才发现,后悔当初不该听信行全的话,把朱钟赶出门。 如今,自己卧病在床,没人照料,就求邻居帮忙劝秦中回来。 秦中一听此事,毫不犹豫,立马收拾东西搬了回去,依然对石老如亲生父亲一样照顾。 石老将所有存款家当,都交给秦中。 秦中自己又有二十余两本钱,重整店面,做店卖油。 因为在朱家,仍然叫朱钟。 没过多久,石老就病重身亡了。 朱钟大哭了几场,披麻带笑,把他葬在了轻拨门外。 由于朱钟做生意本分又厚道,店铺生意越来越好,他忙不过来,就招了两个老成的帮手。 他们恰恰就是身善和老婆软事。 老两口自从和女儿摇情失散后,一路寻找到临安。 如今盘缠也花光了,走投无路之际被朱钟遇到了。 朱钟可怜他们的遭遇,就收拾一间空房,把老夫妇安顿下来,以相亲相处。 再说,王美娘在五妈家,虽然锦衣玉时,又有王孙妇伤宠爱,每当自己生病,或是半夜三更。 没人疼时,就想起秦小官人的好处来,只恨无缘再会。 林安城中,有个吴八公子,父亲是福州太守,平时喜欢喝酒赌钱,拈花惹草。 名声不是太好。 听说,花魁娘子之名,派人来约了多次,王美娘听说他人不好,一直推辞不接待。 清明节那天,吴公子带领恶奴闯进五妈家,说要请美娘游壶。 美娘推辞不接,吴公子大怒,让恶奴嫁起,美娘就走。 边走边骂,五妈吓得不敢来劝,一直驾到船上才松手,美娘大哭不止,寻死密活,就是不肯陪她,闹得吴八公子一点兴致都没了。 最后,派人拔了她的发簪,吩咐开船到清波门外一个僻静处,将美娘鞋袜脱了,露出一对金脸。 叫恶奴嫁她上岸,骂道,小贱人,你有本事,就自己走回家吧,我这里没人向送。 说完,开船又向湖中去了,美娘赤着脚,寸步难行,想到昔日交好的王孙贵咒,在自己遭难时,竟无一人能帮,真是事态炎凉,感叹自己好命苦,越想越伤心,放声大哭。 事有凑巧,朱中那日到清波门外朱石佬的坟上,寄扫过了,自己步行回家,从此经过。 听到哭声,上前看时,虽然蓬头垢面,那花容月貌,如何不认得。 吃了一惊,问道,花魁娘子,你这是怎么了?美娘正哭着呢,听到声音有些耳熟,抬头一看,原来正是知情失去的秦小冠。 美娘此时,跟见了亲人一样,把遭遇告诉了她一番。 朱中心中十分心疼,也为她流泪,忙去换了顶轿子,让美娘坐了,自己步行相送,直到往五妈家。 五妈没有女儿消息,正在四处打探,正焦急着呢,看见秦小冠送女儿回来。 分明是送了一颗夜明珠还给她,十分高兴。 又见女儿这等模样,问其原因,才知女儿吃了大苦,全亏了秦小官人。 深深败谢,涉酒款待。 此时天已经晚了,秦中略微喝了几杯,起身告别。 美娘如何肯放她离开,说道,我心里一直都有你,天天盼着能见到你,今天绝不放你回去。 老宝也来留她,秦中喜出望外,当夜,就留宿在了美娘房里。 一番云雨之后,秦中大汗淋漓,美娘说道,我有句心里话想跟你说,你不要推托呀。 秦中说,小娘子若有用得着我的,小可赴汤蹈火,在所不辞,哪有推托之力。 美娘说道,我要嫁给你。 秦中笑道,小娘子就是嫁一万个,也轮不到我头上,休要取笑我了。 美娘说,这是真心话,怎么是取笑了? 我从十四岁被妈妈灌醉,破了身子后,那时就要从良,只是没有相处的人,不知谁可以托付,怕悟了终身大事。 以后相处的虽多,都是豪华酒色之徒,哪有怜香惜玉,真心对我的。 看来看去,只有你是个实称君子,如今你尚未娶亲。 若不嫌弃,我是烟花女子,情愿嫁给你,侍奉到白头。 你若不答应,我就用三尺白铃,死在你面前,已是我一片诚心,也比昨日死于村夫之手强。 说完,呜呜地哭起来。 秦中说,小娘子不要悲伤。 小可承蒙小娘子错爱,求之不得,岂敢推脱。 只是小娘子千金身价,小可加贫,如何能帮你赎身,是力不从心啊。 美娘说,这不妨是。 不瞒你说,我只为从良一事,预先积攒了些东西,寄存在外。 赎身的费用,不用你费心。 秦中说,就是小娘子自己赎身,平时仅一遇时惯了,在小可家,如何能受得了苦。 美娘说,粗茶淡饭,死而无怨。 秦中说,小娘子虽想,只怕妈妈不从。 美娘说,我自有办法。 如此如此,这般这般,两个直说到天明。 原来,黄汉林的衙内,韩尚书的公子,其太尉的摄人,这几个相知的人家,美娘都寄存的有箱子。 美娘只说要用,陆续取道,秘密地约了秦中,教她收到家里。 然后,叫了一成轿子,抬到刘四妈家,说了从良之事。 又送了十两金子,拜托她帮忙,去说服王五妈许她从良。 刘四妈看到金子,乐得眼睛合成了一条缝,满口答应。 就雇了成轿子,到了王五妈家,只说是有个主雇看上了美娘,让她说没来了,又给五妈分析厉害,说如今花魁娘子名头太大。 你家小庙供不了了,如果再出现个比吴八公子更狠的,估计你连小命都没了。 这些话都说到了五妈心坎里,五妈是频频点头,她这几天也正愁着怎么打翻美娘呢,两人一拍即合。 最后,五妈说,只要你那主雇啃出千金,我就准她来给美娘赎身。 刘四妈听后,高高兴兴地回到家中,与美娘说道,我对你妈妈如此这般说了,你妈妈已同意了。 只要见了银子,这事立马就能成。 美娘道,银子已半妥,明日姨娘千万要到我家来,促成这事。 四妈说,既然约好了,老身自然会去。 美娘告别了刘四妈,回家了。 第二天,刘四妈果然来了。 王五妈问道,事情如何了? 四妈道,时有八九,我去跟侄女说。 四妈来到美娘房中,讲了一会话。 四妈问,你的主家到了吗? 赎身费在哪里? 美娘指着床头说道,在这几只皮箱里。 美娘把五六只皮箱都打开了,里面金银珠宝足够千金之数。 刘四妈就去搬出银子,一封封对国,交给五妈,又把这些金珠宝玉,逐渐估价,对五妈说道,这都是妹子故意低估了价钱。 若换别人,你得少拿几十两银子。 王五妈虽然同是个老宝,倒是个老实人,任凭刘四妈说话,全部怀疑。 刘四妈见王五妈收了这种东西,便叫人写了婚书,交给门儿。 美儿说道,趁姨娘在此,奴家就此拜别妈妈出门,借姨娘嫁,住一两日,择即日从两,不知姨娘允许吗? 刘四妈得了美娘许多谢礼,生怕五妈反悔,巴不得美娘出她的门,完成此事,说道,正该如此。 当下美娘收拾了房中自己物品,拜别了五妈,和那姨娘一起出来。 王五妈假哭了几声,美娘找人挑了行李,自己上了轿子,同刘四妈到刘家去了。 四妈腾一间幽静的好房,安顿下美娘行李。 当晚,朱中拆身膳到刘四妈家问信,已知道美娘熟身出来了,择了几日,敲锣打鼓地娶亲。 刘四妈就做大媒送亲,朱中与花魁娘子洞房花烛,欢喜得不得了。 第二天,身膳老夫妇去见新娘,相见后,吃了一惊。 抱头痛哭,朱中被眼前之势整猛了,问起原因,才知道是至亲骨肉,又请老丈人,丈母娘上座,夫妻二人,重新拜见。 香林听说了,都感慨不已。 当天,备下酒席,庆贺双喜临门。 三天之后,美娘交丈夫备下两份厚礼,分别送到王五妈,留四妈家,无不感激。 一个月之后,美娘将箱子打开,里边都金银珠宝,共有三千余金,都将钥匙交给丈夫。 慢慢地买房添置产业。 油铺生意,都是丈人身上管理。 不到一年,购置了偌大的家业,蒲从成群,良田千寝,一番欣欣向荣的气象。 秦中和绅士,夫妻恩爱白头偕老,生下两个孩子,都通过读书,功成名就。 好了,故事讲完了,还请帮忙点个赞,祝你今年发大财。